客服人員正在處理顧客的問題 一旁有名男子非常認真聆聽 仔細一看 這不就是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嗎 馬雲這回不當老闆 當起學生 來到客服部門 來跟客服人員們學學 要怎麼解決顧客的各種疑難雜症 馬桶時間可能差不多吧 我聽買家講一講 要學就要學到底 馬總親自上陣 但遇到傷腦筋的問題 好加在旁邊的客服姐姐神九元 不停鼓掌又豎起大拇指鼻讚 顯然對客服的能力滿意又佩服 而這段影片曝光後 馬上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說到如果接到馬雲的電話 就會說馬爸爸給我轉個十億吧 也有人開玩笑說 如果你是馬雲 我就是馬化騰 電商大王馬雲再次成功引爆話題 國際中心陳環報導 馬雲大林 馬曲已經花贝환克 馬拉似